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皮包骨的亲人过世时被殡仪馆人员用白布包盖住轻轻拎走的凄凉悲伤的景况 特别对今天读经一礼的两句话感到非常的激动 在这座山上 他要先去那遮住万民的丧帕 那掩盖各国的恋布 他要永远消除死亡 上主要擦干每个人脸上的泪痕 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话 死亡真的是泯灭一切的悲哀 我们的亲人朋友 我们对爱与真理的渴望追求 通通都要化为乌有 所幸我们有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荒谬的 相反 我们会到天国里去 在那里是无尽的幸福 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 死亡 你的刺在哪里 用人最容易想象的一个幸福的图像 今天读经一描述天国这样说 上主要为我们摆设盛宴 有丰富的食物 纯美的陈酒 高兴的 无忧无虑的吃吧 喝吧 今天福音里 主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 喂饱了很多人 还有剩下的奇迹 就是这个天上的盛宴的御象 也是每天我们所领受的圣体 圣事的御象 主耶稣重重复复 实实在在告诉我们 即便有人因他说的话 不再跟随他 他圣事性的 即不会让我们用人的五官 感觉害怕的方式 临在于祝圣了的饼酒里 这是我的体 这是我的血 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我要叫他复活 得到永生 就像妈妈用自己的体血奶水 喂养婴儿给孩子生命 基督也是这样喂养我们的灵魂 我们晓得蓝福传之友 一定要把这复活的大喜讯 告诉无望悲伤的人 并努力邀请他们 来参与我们教会的 得永生的弥撒圣宴 使能日后 一起在天国完满的圣宴中 让天主自己来满足我们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 努力去福传